谢谢 那是吉布的 我们来一个安全标章 只要是吃的、用的 你就一个统一的安全标章 然后这个安全标章 从上有、源头 到成品、到消费者 它的制程 还有使用方法 它应有的说明书 等等都完毕的话 你就给它一个标章 看到这个标章就是安全的 事实上我们目前来讲 从一个食品 从原料一直到最后的产品 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应该是从 正常的话都是安全的 正常的话是安全的 但是你给它安全标章的时候 你因为要 它要拿这个标章 它就必须申报 就是必须接受 各种这个检查、检验 等等等等的这个过程 所以它会珍惜这个标章 然后消费者就是 看到标章就是一个安全的 一个保证 一个保证 对不对 像你的CAS 你说肉品 的这个安全 你就给它CAS 但是CAS它 有素肉筋 它很快就发现说 这个CAS被破坏了 被卫照 被这个舞弊 破坏 那现在就是 所有的用品没有安全标章 这个一点 其实我们是有了 像不管是GMP GHP HACCP 这些都是一种 表达 某一种安全的一种表达 所以 所以 现在是 我看 报这几天 闹得灰痒痒 但是各部会都在互相踢皮球了 真的是互相踢皮球 那今天这个环保署 有意义把它提给这个卫生署 那卫生署 我下游啊 然后卫生署不好意思说 这是环保署啊 那经济部呢 经济部也要管啊 连公营企业也在贩毒啊 公营企业应该自己把关 保得最好的啊 难道公营企业还要人家监督 还要跟人家做迷藏吗 他自己对自己的制成 他用的原料 应该是百分之百 确认没有问题 他才可以卖啊 公营企业卖的商品 就是卖政府的形象 就是卖公权利的 这个权威啊 结果现在我们公营企业 也参加贩毒的行列嘛 抹财害命 把人民弄得 这个癌症那么严重 然后再成立这个癌症研究中心 再来发这个医疗费 像这样下去的话 人家这个IARC早就说这一些塑化剂 它的致癌可能性是相当高的 没有 IARC是今年4月12号才把它改类的 今年才改类 今年4月12号才改类 就发现这个 发现这个塑化剂 越来越威胁越大 是不是这样子 4月12号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动啊 所以我们在5月17号的时候 那个环保署已经在开会了 已经在开会了 已经在开会了 就4月12号他们改类以后 我们得到这个讯息 他们就开始收集资料 然后在5月17号就开过会了 所以有着这些 这一个致癌的物资 我看它那个 维基百科 里面所写的 这些塑化剂 女性用的话 它有这个乳癌 主公内膜癌的可能 然后这个男性用的话 它子性化 男性肌能会退化 那先天那个孕妇 这个身上有这些物质 这些这个塑化剂 容度太高的话 就会残害到 它的这个婴儿 它婴儿 就是所谓先天的 这个性器官的一个畸形 还有这个下尿道的 这个变样等等 那其实都是残害到下一代 不止这一代的健康而已 不过我要跟徐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维基百科本身是因为 占协者自己本身的一个看法 那我们目前处理 不是 这几天看完 你先讲就不对了 他们是 他们有保证 但是它是搜集资料 对 这个政府连 连这个维基百科的 这一种update 的态度都没有 你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在维基百科都列进去了 5月26日的消息 都差不多已经写上去了 已经这一个透过网络 桌子全世界了 它这update的功能是很厉害 有时候昨天 今天就已经有了 那我们政府update的功能就 相对就不厉害啊 为什么不互相推啊 我们是一定要取得 流行病学的文献 然后一些这个 动物实验的结果 所以你身为这个消费者保护的一个最高所长 那么你身为这个行政院的这个副院长 这个公营企业竟然在这个品管上面 在制成的这一个品管上面 把关这样插 这个我们要改进 这个太开玩笑了 台唐 台唐 也沦陷 台人也沦陷 好在台匹没有沦陷 台区没有沦陷了 有没有 不晓得我们没有保证哦 我没有保证哦 这个怎么像人民交代怎么像世界 现在大家向前看起嘛 一欧峰 流行什么 哇 结果就一欧峰去使用 你看三聚清安 那个时候 爆发的时候 我们台湾怎么看待中国人 我们怎么看待中国方面 那今天我们闹得比他严重 比他大 不是吗 化妆品里面有 鞋子里面有 衣服里面有 吃的里面有 擦的里面有 闻的里面有 那一个理由 一个理由是什么 我们现在所有的防护机制 通通有漏洞 你看黄宝珊讲的 正面表泪 这些事情可以做 其他的事情不能做 这等于 等于废话 做坏事的全部是在做那些 不能做的事情 那你说 诶 正面表泪 其他事情不能做 那等于没有规定嘛 等于没有规定啊 是哪一样事情正面表泪 如果讲 毒品的管理 他这边说 这个 沈世宏表示 目前食品卫生管理法 很清楚规定 食品能添加的东西 是以正面表泪 没有泪出来的东西 就是不能添加 这句话讲得好像很有道理 其实这句话是废话 为什么是废话 什么不能添加 人家去检查说 里面有没有什么 现在就这些可以添加 其他人我不知道 所以其他人在检查之后 也不会去检查 为什么 这个隐藏那么久 才被发现 就是 检查人员不晓得 应该去检查那样东西嘛 不晓得应该去检查 这个 这 这 这个所谓食物化剂嘛 是台南食物卫生局 两个 两个part time 大学逼的工徒生 买了 自己买的发装品来检验说 怎么有这种东西 有食物化剂在里面 然后再去查 我食物化剂 涂上去以后 哇 以后会子宫癌 所以才报上了不是吗 那两个 那两个工作六个月就跑掉了 是大学生毕业没有事做 来临时工 他自己 这个好奇 去买 化妆品来检验 检验到的 就是因为你们这个食品 卫生管理法 所谓的正面表类 正面表类等于没有意义啊 因为负面 负面那个不应该加的东西 不晓得几千种几万种 所以你应该归类哪一些不能 有毒的不能添加的那有多大危害的这几项 一定要什么都要检查 例如说 好 数化剂 好 这个三剂签安 这个一定要检查 好 除了正面表类可以加的以外 不能加的 不能加的那些项目 要特别的 好 这个要求检查 这样才可以啊 所以这就漏洞嘛 这里就漏洞 好 对 其实跟 跟那个文报告 其实不太一样 食品卫生管理法第十二条规定 的确是正面表列 对 可以添加的食品 添加物会摆进去 那这边有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出问题是负方的食品添加物 如果是单方的食品添加物 是没有问题的 就很单纯 负方的话 有各种不同的组合 那当然会造成一些困扰 负方的有不同组合 你就要追究他的制程嘛 对 他制程过程当中 他使用了哪些原料 要有手交代嘛 没有交代 那就不能给他合格的证书嘛 就不能给他公开销售嘛 然后 这一个制程谁来管制嘛 谁来管制嘛 那这个制程有使用到 有使用到这些毒物的 所谓报备 不是 所谓报备 那如果没有 食品里面绝对不能用任何毒物 当然了 我并不是说食品里面有 当然 如果有是故意的啦 是其他的东西都要交代啦 对不对 但是如果要负命表列的话 那只是不只成千上万啦 是非常多的啦 当然 那个曲伟员刚刚讲有道理 就是说 我们面对的 目前我们可能 可能最怀疑的 我们遭遇的 跟世界其他先进国家 面对遭遇的事一样喔 为什么人家那么 那么敏感 为什么人家随时代在注意 为什么他们要花那么多精费 在食品安全等等方面 他们就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努力嘛 假设有事情天天在找嘛 尽量的 有新产品 有新的志方 有新的畅销货 他们就马上检验嘛 对 但是我们目前 就像我们金融一样喔 金融我常常提 纽约那个金粮银行 被那个 朱利安尼 那个检察官后来当 纽约市长那个逮到一样 他就看 怎么这一家银行的广告 这一家什么公司的广告 利息那么高 他一看到 就追啦 追不到几个月 就破获啦 破获詐欺嘛 薛委員讲的 Golden Pacific这个案子 实际上是一个 没有入账的黄色定承担 因为利力高啦 不管啦 怎么规编 那是方法啦 但是他的基本 基本 基本核心的 引起他注意的地方就是利益高嘛 那现在你对那个销售好 新产品或很畅销的 那就要注意啊 为什么大家使用觉得那么好 真的那么好吗 齁 你再去注意啊 我们通通没有注意 问题就在出在这里嘛 等于我们用三十年前 用十八世纪的 这个方式态度去看待现在的市场 看待现在的这个商品啊 才会这样嘛 所以漏洞就到处漏洞 从穷出不穷啊 抓不胜抓 缓不胜缓 但是你基础如果 过健全的话 我们这一个 我们的行政过努力的话 人员过敏感的话 不会有这个漏洞 很快就抓出来嘛 这一共人说的 二十年啊 他们说的 应用二十年啊 告诉你啊 被告的讲法 我们想不能完全采信 但是我们在各位委员的鼓励 那个 这个指导之下 我们会 一定会进步 我是建议啊 这个 这个正本青年 然后一劳永逸 去规划安全 这一个各种用品的 各种民生用品的安全标章 一样一样来 一样一样安全 这一样大家就放心了 两样安全 两样做方式 三样 三样安全 其他没有安全标策的 你们要用 你们自己去注意 是不是这样子 不得已吧 不然这个人心叵测啊 连公营企业都参加贩主的行列啊